中国中亚峰会即将在西安召开 我们精心布置了有花卉花镜景观 为城市的街头增添了一些延绵的这种花卉的色带 中国与中亚五国建交三十一年来第一次 新闻一加一今晚观众 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即将开幕 晚上好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 本周四和五中国与中亚峰会将在陕西西安举行 那么这是中国外交今年的首场重大的主场活动 同时也是中国与中亚几国建交三十多年以来 六国的首脑第一次以实体的形式举行的线下的一个峰会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那么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五国指的是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还有乌兹别克斯坦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会议的峰会的举办地是西安 那么从昨天开始 大唐不夜城步行街就已经更换上了红灯笼 也是为迎接宾客到来布置城市的一些景观 两千多年前 古丝绸之路就是从西安出发 一路向西 把中国的丝绸 还有瓷器 还有铁器带到更远的地方 那么也把西方的像胡椒 亚麻 还有葡萄 这些新的物种带回到中国 两千多年的时间过去了 当历史形至此 那么我们当然期待 这一次中国和中亚国家的一场重磅的峰会 将给双方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我们还是到西安去看一下那里的主办准备情况 五月的西安 今年中国首场重大主场外交活动 也就是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启目在即 眼下峰会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我们精心布置了有花卉花境景观 为城市的街头增添了一些延绵的这种花卉的色带 以迎接八方宾客的到来 从昨天开始 西安在27个不同地点设置了中国中亚峰会美术陈列装置 不少地方的户外大屏也在滚动播放峰会宣传片 5月13号 西安至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的国际航线首飞 5月18号 西安将首开至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的国际航线 这标志着西安将成为我国唯一一座率先通航全部中亚五国的城市 未来三年我们将以每年恢复新开30条航线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加快恢复我们至中亚乃至西亚乃至以思路沿线至中东欧地区的这些航线航班 打通我们的航空通道便捷两地的旅游企业贸易的往来 历史上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之城 当下的西安也是中国和中亚经贸交流往来的枢纽 以中欧班列为例 数据显示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 已开通西安至中亚国家等17条干线通道 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国内29个省份的货物再次集散 而中国与中亚之间整体的经贸合作近年来也成加速之势 商务部数据显示 截至2022年中国与中亚五国建交30年来 贸易额增长了100多倍 2022年中国与中亚五国提前实现700亿美元贸易目标 今年1至3月贸易额同比增长22% 商务部愿同中亚各国经贸部门一道 以此次中国中亚峰会为契机 巩固和发展贸易投资良好势头 推动中国中亚经贸合作再上新台阶 2020年中国与中亚五国建立外长定期会晤机制 此次召开首届中国中亚峰会 舆论就普遍认为 以峰会为契机建立元首会晤机制 将提升中国与中亚五国整体互动层级 即将召开的此次峰会 是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31年来 六国元首首次以实体形式举办峰会 国际在关注 此次峰会各国元首会达成怎样的共识 中国和中亚五国的合作 又将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中国和中亚五国建交的三十多年以来 从政治到经贸再到人文 彼此的互动都是密切而深入的 我们不妨看几组数字 首先五国都签了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 另外去年一年中国和中亚贸易的额度 就突破了700亿美元 近80%中欧班列是途经中亚 中国和中亚友好的省和州市达到了62对 另外2010到2018年中亚来华的留学生人数 从超过一万人到现在的将近三万人 这些数据能够让我们看到 双方之间的交往的深厚程度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 孙壮志所长 首先孙所长 我们看今年这是首场中国的外交主场活动 就和中国和就是与中亚五国之间 举行了这样的一个峰会 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重要性 中国和中亚呢 这个是近邻 有3300公里的共同边界 另外呢 就是这个双方这个建交以后啊 这个30多年以来啊 这个政治经济安全 人民领域的合作进展非常快 特别是2011年以后啊 中国和五个中亚国家 那么都建立了这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啊 所以中亚也是唯一的一个中国啊 这个和所有国家 地区所有国家建立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这么一个地区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说这个十八 二十大以后呢 那么中国这个外交呢 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呢 核心目标就是要构建人民共同体 那么去年1月呢 中国和中亚国家啊 在这个元首峰潰上啊 当时是这个建交30多年的一个元首峰潰 那么确立了要共同建设中国中亚 人民共同体这么一个非常宏大的目标 所以也可以成为未来啊 这个推动构建人民人民共同体 非常好的一个示范 所以这次呢 我们看到这个举办这样一个 中国中亚的这个峰潰啊 可以更好的总结啊 中国和中亚国家这个双方啊 这个关系发展取得的成就 为这个未来啊 中国和中亚国家进一步的去推进啊 全方位的合作啊 特别是共同构建地区国家面共同体啊 创造更好的条件啊 做出更好的战略谋划 嗯 孙所长中国和中亚之间呢 应当说已经建立了外长这个层级的定期会晤机制 现在为什么要升级为元首的这个定期会晤 中国中亚五国这个外长级的会晤机制呢 12 2020年啊 当时启动的啊 那个时候当时也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啊 就是新冠疫情啊 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 中国和中亚国家那么更多聚焦啊 是怎么样这个应对啊 当时面对的一些啊 这个比如双方怎么样加强交流啊 另外解决一些这个共同关心的问题 但是随着这个双方合作的这种深入呢 这个现在提升到这个元首峰会这个级别呢 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和中亚国家的这种合作啊 它具有这个整体性啊 另外呢 就是领域啊 非常的涉及到的领域非常多啊 是个全方面的合作 而另外呢 我们这种合作呢 还具有这种长期性啊 需要有一个这个稳定发展的 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态势 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关系的 这种发展的元首外交啊 是扮演了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作用啊 所以这个启动这样一个元首这个峰会啊 这样一个机制呢 其实可以更好的为中国和中亚国家啊 这种全方位啊 宽领域啊 长周期的这样战略合作啊 那么做出啊 更好的一个这个谋划 另外呢 就是可以在执行上啊 在这个各个领域这个相关达成共识的 这个落实方面啊 可以更有力度啊 可以推动这个中国和中亚国家的这个战略合作啊 那么朝着啊 更加稳定啊 更加这个 全面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我们再来看双方之间的这种经贸交流 去年那么双方的经贸额是超过了700亿美元 本来这个数字要到2030年才达到的 您怎么看经贸合作在双方合作中的这种重要性 经贸合作呢 对这个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基础 经常讲就是啊 比如说中国和中亚国家或者中国其他国家 那么在这个发展关系过程当中 那么经贸额啊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啊 也被认为是双边关系非常重要的一个压仓石 那么中国和中亚国家呢 它经济的这种互利性互补性啊 是比较强的 另外我们开展经济合作也有非常好的地缘优势 所以中亚国家独立以后 我们中国和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啊 应该说这个起步呢 当时实际上是从零起步啊 但是30多年来我们看发展的速度非常快 那么当时92年的时候 其实双方的这种贸易额啊 只有不到5亿美元 那么去年呢就达到了超过了700亿美元啊 这样一个规模 所以这充分体现了这个双方这种经贸合作啊 一方面这个对双方的这种经济发展啊 对这个双方啊这个寻求这种共同的这种繁荣 那么起到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 另外呢这个经贸合作呢 也为其他领域的合作 比如说政治合作 安全合作 人文交流 那么创造了更好的一个条件啊 因为有了这样这个非常频繁的 非常这个高层次的 这个高质量的这种经贸合作 其实也为这个双方这种政治互信啊 包括在安全领域加强互动 在人文领域扩大交流啊 创造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和条件 孙大长我们再看中国和中亚之间 实际上早已存在了一些多边的平台 比如说上河 比如说亚信 为什么现在又要重新开启一个 中国和中亚之间的这种峰会 上海合作组织呢和亚信会议呢 也是这个中国和中亚国家共同参与的一些多边机制和多边框架 而且这两个机制呢 这个成立都比较早 但是这两个机制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 也有一些这个问题啊 虽然这两个机制都在不同的领域啊 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 但是随着这些这个机制的发展啊 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上河也好 亚信也好 因为成员国比较多 这个涉及的这个空间比较大 而且是这个 比如说每次这个开峰会啊 或者推进合作啊 面临的议题啊 非常广泛 这样的话可能再形成一些共识啊 这个签署一些协议啊 特别是在决策方面啊 效率可能就受到一些影响 这个存在一些这个效率不高啊 甚至合作当中啊 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障碍啊 困难啊 这样一些问题 那么现在中国和中亚这个元首峰会啊 包括这个这种 中国和中亚建立上一种新的一种多边机制啊 一方面我们可以更多的聚焦啊 这个地区那么最紧迫的一些问题啊 或者是中国和中亚国家 那么最希望能够开展合作的一些领域 包括这个可能共同解决一些啊 对地区这个安全啊 对地区发展 那么最重要的一些议题啊 这样的话这个可以这个提高决策的效率啊 另外的话可以在短期内啊 就特别是对中亚国家啊 最关心的一些问题啊 达成更多公实啊 这样的话可以在一些点上 能率先取得突破啊 同时呢 这种合作呢 又可以为这个中国和中亚地区啊 整体上的合作创造条件 而另外可以为这个地区合作啊 这个做出更大的贡献啊 同时呢 也可以跟上海合作组织啊 跟亚新互议啊 这样一些啊 这个同样在这个地区能够发挥作用的 这个多边机制 那么形成非常好的一个互动啊 形成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互补啊 这样的话可能整体上啊 对这个地区的稳定啊 对这个地区的这个发展啊 创造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 好的 孙所长 稍后我们再继续跟您连线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在中国和中亚几国之间 已经达成的这种合作的基础之上 我们还有哪些空间可以进一步开拓 床前明月光 地水地上霜 渠头望明月 低头色骨香 大家好 我叫俄罗 来自塔吉克斯坦 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深入 也给很多年轻人带来了新的机会 24岁的俄罗 来自塔吉克斯坦 已经在西安石油大学学习了三年 我一到中国最大收获就是我开拓研究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学会了中文 同时学了英文 我觉得我自己变得跟你全部一样 来自吉尔吉斯坦的西林 高中毕业就来到中国留学 目前是西安交通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 而他的父亲也曾经是西安交通大学的留学生 我未来的时候想把中国的文化 技术 科技和艺术带来到我们吉尔吉斯坦 然后把吉尔吉斯坦的文化和风俗带来中国 在两国之间成为一个桥梁 眼下越来越多的来自中亚五国的年轻人选择来中国留学 中国也已经成为中亚五国留学生求学的主要目的地和首选国之一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核心 中国和中亚五国的人文交流合作正在不断加深 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 中亚首家鲁班工坊已经投入运营 三百多名学生可以在这里完成道路建设 工业和能源等多个领域相关专业的学习 我们在这里完成道路建设 工业和能源等多个领域相关专业的学习 我们在这里完成道路建设 我们在这里完成道路建设 而我们在这里没有学习 我们在加班工作的做法 在北厘域的州 包含尚别的地方 做法 然后在击秋山 那些地方 让我们在这里完成道路建设 我们在北厘域的地方 一路建设 以一路班工坊为名片 中国职业教育 也正受到越来越多塔吉克斯坦年轻人的欢迎 中国与中亚五国日益深入的人文交流 正在进一步促进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发展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就被称作是中国通 前不久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也谈到了他在中国的经历 您最想念中国的什么 我在中国待了差不多八年 所以想念好多东西 想念中国菜 想念中国的文化 想念中国的人民 您刚才说到了中餐 您最喜欢的最想吃最怀念的一道中餐是什么 灰骨肉 北京和烤鸭 丹丹面 丹丹面 你知道吗 丹丹面 丹丹面我知道 有点辣是不是 辣的 能吃辣 我吃 我喜欢吃辣 在当前这样的一个复杂而多变的国际背景下 举办的首届中国和中亚之间的首脑峰会 将给双方 将给地区 又将给世界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因素 我们继续来连线孙所长 孙所长您看啊 这个中亚五国之间 他们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 他们为什么愿意捆绑成为一个整体 和中国之间进行深度的合作 因为现在随着这个国际局势的变化 也包括这些国家发展的经济发展 包括这个政治稳定 进入到了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阶段 所以他们意识到了这种包团取暖 加强这种地区国家的合作 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方面他们希望和中国能够加强 这个各个层面上的这种协调 推进各个领域的合作 这样的话其实这个对解决这个地区 共同面对的一些问题 特别是应对这种外部环境这种变化 带来的一些挑战 包括解决内部面临的一些 最紧迫的发展的一些难题 可以创造更好的条件 所以他们现在非常希望 以这种方式和中国 包括和其他一些国家开展合作 孙所长我们看 就是中亚五国它作为一个整体 它可以和中国合作 那么它也可以和其他的国家 和地区进行合作 那么中国主导的 中国和中亚之间的这种合作 和其他的相比的话 C5加1我们看有什么不一样 中国和中亚五国启动的 这样一个5加1的这么一个机制 有自己的一个特色 一方面就是我们和这些国家 双边关系发展的水平都非常高 另外就是我们对中亚五国 没有区别 这个都是平等相待 我们当时总结30多年成功 这种外交关系成功密码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相互尊重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特色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种合作 是结伴不结盟 我们不针对第三方 我们这种合作是开放的 我们这种合作可以汇集 不仅汇集中亚地区 汇集其他地区 所以是准备为整个推动 国际的这种安全 国际的合作 创造更好的一个机会 第三个就是我们这种合作 是面向这种一带一路框架下的 推动这样一种合作 其实这个也是有利于 我们这合作 有更加宽广的一个空间 可以给中亚地区的发展和繁荣 带来更好的一个契机 刚才我们更着重的是说 这次峰会会对于双方带来的影响 那么我们如果放眼地区 放眼世界带来的影响会是什么 中国和中亚的这种合作 首先我们这种合作 它是涉及到了像经济 政治 安全 包括人文这样一些多个领域 首先我们现在看到 现在整个的国际形势 在发生很大一个变化 特别是对中亚这些新独立国家来说 它面临比如说 怎么样去根据自己的国情 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那么需要在战略自主这方面 有更多的这种权利 另外就是反对这种外来干涉 所以中国和中亚国家 我们看到合作过程当中 是倡导一种奉行一种新的原则 另外我们反对这种强奸政治 反对这种外来干涉 这个主张各国都有去选择 自身发展模式的权利 另外就是我们在安全方面 我们致力于解决一些冲突 解决热点 是通过和平方式 通过谈判 通过这种周边国家 地区国家共同的努力 来实现地区的稳定和和平 另外我们在 比如说也提出了一些 针对地区 针对全球 这样一些非常重大的倡议 在这些倡议方面相互支持 比如中国领导人 中国家主义习近平 提出三大倡议以后 就得到了中亚国家 非常广泛非常积极的呼应 另外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中亚国家也提出自己的战略 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进行对接 所以这也体现了我们这种合作 其实它就是面向全球 可以为更广泛的地区 它的这种合作发展 去做出自己的贡献 那么在现有的合作基础之上 未来双方还有哪些空间 是可以进一步拓展的 您判断 首先我觉得还是加强无视合作 因为现在对中国也好 对中亚国家也好 那么都面临经济发展 实现民族复兴 包括解决民生难题 这样一些非常现实的一些问题 所以这方面我觉得 中国和中亚可以通过无视合作 那么首先对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 可以做出非常坚实的努力 另外就是我们这种合作 同时也要更多的去考虑 在地区层面怎么样加强地区国家的 这种相互之间的 这种比较健康的良性的互动 这样的话可以更多的去 为地区国家共同的繁荣 创造一种现实的这种基础 因为现在其实中亚地区 面临的这种国际环境 还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通过和中亚国家 建立这样一种非常高水平的 高质量的这种机制 我觉得这个对地区稳定 对地区的和平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我觉得就是 未来今年也是一带一路 建设的十周年 那么中亚又是一带一路的首长之地 很快我们在下半年 又要开第三次 中国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所以中亚国家 现在也做好了准备 希望在一带一路框架下 和中国加强合作 那么这个应该说 非常有前景 而且是中亚国家 它不仅仅是首长之地 那么这些国家 也是最早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 好的 非常感谢孙所长 随着中国首届 中国和中亚峰会的临近 我们期待这次峰会 能够取得良好的成果 好 感谢您 收看本期节目 下期再见